我的天哪 你敢相信吗 居然有人可以在铅笔肩上雕刻字母 还能雕蝴蝶 太神奇了 好厉害哦 居然在铅笔上还能雕字 蝴蝶 我也要挑战一下 这么高难度 你还敢挑战呢 不要小瞧我 我要是挑战成功 你就办巫婆 怎么样 没问题 我可是科班20年出生 怎么会没有铅笔呢 小伙伴 你们觉得我会挑战成功吗 点个详细心 鼓励一下吧 先把铅笔削好 这顺滑的感觉太解压了 好了 这样的长度就差不多了 就用这一刻雕刻字母A 两边削薄一点 小时候削铅笔 我会把它削得尖尖的 特别解压 你们也会这样吗 厚度OK啦 接下来就要在这雕刻了 我们调整一下呼吸 画上分割线 A字的基本形状已经出来了 把多余的削掉 A字的外形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觉得我挺专业的呀 接下来把里面给雕刻 啊 怎么断了 功亏一篑啊 天呐 我都快成功了 它居然给我断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啊好难过 确定不点个小猩猩暴映我一下吗 猩猩不是我小求你啊 还是断了吧 我只是太大意啦 我不用帮巫婆咯 就算你不用帮巫婆 我也要证明我自己再来一次 前面是和刚才一样的步骤 把它削薄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继续削 又到了要雕刻的这一步 这次我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手都酸了 这个三角形和小梯形 也太难挖空了吧 费了我好大的劲啊 终于看到一点点希望了 挖空了一点点了 可千万不要再弄断了呀 哇哟终于成功了是不是很完美 确定不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吗 花了我三个小时 终于把字母A给雕刻出来了 我这脖子酸的呀 太难受了 小伙伴 想不想看我雕蝴蝶 点赞过一万 下期就雕蝴蝶 看你们的咯 喵耶 痛不过 肯 seen 做哈 你好 我的喔 你